换脸人 刚刚失业的兰博特老师 意外地收到了一所封闭女校 洛拉学院的聘用书 这所学校坐落在乔治亚州偏僻的佐兰德小镇旁 兰博特的确需要一份工作 之前学校的校长不喜欢他的授课风格 他第二天前往新学校一探究竟 当看到校长递过来的保密协议时 兰博特才发现这份工作神秘又危险 而与自己的妹妹急需一大笔手术费用 兰博特硬着头皮 接下了洛拉学院的文学赏息课程 带着好奇和疑惑 兰博特教授逐渐发现 自己和学生似乎正处于巨大的危机之中 这是一份需要签保密协议的工作 校长格雷斯女士皮笑肉不笑地望着兰博特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兰博特简直不敢相信 这样一张年轻靓丽的面孔 居然配着一双精明世故的眼睛 兰博特仔细地阅读着好几页纸的条款 九点宵禁之后 教师严禁出门 工作满一年方可请假离校探亲 手机需交由学校保管 打电话需由警卫陪同 兰博特的眉头越皱越紧 太严苛了 居然满一年才可离校 所有的学生也都是如此吗 校长淡淡地回答 学生只有满18岁过了成人礼 才能离开洛拉学院 教师的要求已经宽松很多了 兰博特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家长们居然同意 没有家长 这些女孩都是孤儿 无处安身 大部分甚至是气婴 从小就生活在这里 那孩子们满18岁了 会不会难以入入社会啊 校长格雷斯打断了兰博特的话 你的问题太多了 如果还想要这份工作 请你管好嘴巴 签完协议 首期的一万美金 就会立刻打到你妹妹的医疗账户上 尽管兰博特还有一肚子的疑问 但是听到这句掐住她命门的话 她就立刻闭上了嘴巴 这是一所全封闭的女校 每一天的生活都死板 苛刻 毫无信意 学生们都很温顺 乖巧 按部就班地 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 兰博特站在讲台上 看着地下端坐的二十名年轻姑娘 感觉有些说不出的别扭 正当妙龄的女孩子们 完全没有应有的热情洋溢 而是显露出 如同修女般的 不符合年龄的沉稳 除此之外 每节课都有警卫的监督 手持警棍的警卫 如幽灵一般如影随形 根本不让她和学生 有太多的接触 为了高薪 她都忍下了 直到一天 警卫吃坏了肚子 匆匆赶去厕所 没了人体监视器 兰博特才有机会 和学生们交流起来 18岁毕业后 你们打算做什么呀 一名叫伊迪斯的女孩子 站了出来 告诉兰博特 我想当一名护士 我的妈妈曾是一名护士 另一名非常漂亮的女孩 朱利亚不屑地说 或是算什么好去处啊 学校会帮我们安排好 大家都会被良好的家庭收养 过上富裕的日子 兰博特大吃一惊 收养孩子 哪有从18岁才开始的 正当他准备细问的时候 警卫走到了教室门口 用阴沉的目光紧盯着他 第二天 伊迪斯就从课堂上消失了 兰博特紧张起来 格雷斯把他请到了校长室 投影仪上正播放着画面 我想当一名护士 兰博特头上渗出了汗水 除了警卫 每间教室还暗藏摄像头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有人想当一名护士 真有趣 不是吗 格雷斯校长眼神冰冷 让兰博特一点也不觉得有趣 兰博特 我希望你能安费守己 你们这些老师 也不过是锦上添花 为我的学生增加一点卖点而已 毕竟客户的需求有所不同 如果所有人都空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我会失去很多生意的 生意 什么样的生意 需要这么多无父无母的美丽姑女 还收养 骗鬼去吧 兰博特愤怒不已 校长笑盈盈地说 何必说得那么明白呢 这样高的薪水 你也该很满意才是 何况你应该知道 我能把学校经营这么长时间 背后的人也是你得罪不起的 伊迪斯明天就会回去上课了 这个孩子来的时候 已经快十二岁了 到底不比其他孩子听话呀 兰博特想到 伊迪斯可能因为自己的莽撞而受罚 硬生生地把所有的话都验了下去 我需要一点时间睡呀 这实在是太突然了 校长点头表示理解 兰博特刚走 校长背后的书厨 突然向两旁分开 一个高大阴沉的男人 和校医罗格一同走了出来 部长 格雷斯突然换上了一副魅胎 直接贴了上去 部长扯了扯嘴角 这小子脸倒是挺英俊的 我觉得富豪迪克森会喜欢 格雷斯赶紧附和 我本来也不是真心想留他 既然迪克森看上他 那正好 数日后 伊迪斯在长长的走廊上 行色匆匆 和兰博特擦肩而过 兰博特的手里 突然被塞了一张纸条 他看来看不远处 虎视眈眈的警卫 努力地做出一副自然的表情 把手插进了口袋里 洗手间的隔断里 兰博特看着手上的纸条 我很好 晚上校长室旁的杂物间里见 从外墙翻进去 可以避开学罗警卫 切记 晚餐后的彩虹糖千万不要吃 晚餐后的糖果 已经是洛拉学院的一种习惯了 每隔一段时间 校医罗格就会发放 各种香甜可口的糖果 正是孩子们和老师的最爱 但是 兰博特想起 每每自己吃过糖果 睡得似乎格外香甜 心又往下沉了一些 当天晚上 兰博特反锁好了宿舍门 从后墙翻了出去 他沿着漆黑的小树林 一路摸索前行 终于找到了杂物间的外墙 刚翻警窗 伊迪斯的手就从黑暗中伸了过来 兰博特连忙吻 伊迪斯 你还好吗 伊迪斯点点头 又摇摇头 我还好 但是我很快就要满18岁了 这可不好 兰博特急切地追问 校长 是不是要把经过成人里的女孩 送给权贵啊 伊迪斯打了个寒斩 根本不止这么简单 朱利亚是校长的得意门生 有很多特权 我曾跟踪过她 她却在校长室里消失了 消失了 难道有密室 兰博特一脸的诧异 是的 我躲在办公桌底下 想等朱利亚出来后问个明白 结果 从里面竟然出来了四个人 校长 就被收养了 兰博特打了个冷战 看来不止拉皮条这么简单了 可能涉及到器官买卖 今晚又发了糖果不是 每次发糖果的晚上过去 第二天又会少一个姑娘 伊迪斯产生道 其他姑娘被洗脑得太厉害了 我和她们不一样 我还有之前的记忆 我明白 学校不该是这个样子的 说完 伊迪斯的眼泪滚滚而下 兰博特看着伊迪斯 想到自己的小妹和她年纪仿佛 心疼不已 今晚我们就看看 这些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 伊迪斯泪眼朦胧地看着兰博特 老师 你真是个好人 隔壁的校长室有了动静 他们从猫眼上看到 一对警卫 抬了一位棕色长发的姑娘 进入了校长室 换上了白大褂的校衣罗格紧随其后 不久之后 一位中年妇女在校长格雷斯的陪伴下 从深深的走廊缓行至校长室门口 我家老迪克森呢 喜欢运动型的年轻人面口 格雷斯你可得抓紧了 如果我的效果好 那么你后面的生意 可会是源源不断的 校长陪小 迪克森太太 学校新来的一位老师 特别合适 蓝伯特听得背脊发凉 新来的老师 不是自己 还有谁啊 警卫在走廊上来回巡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直到深夜 面部缠满绷带的迪克森太太 才匆匆的离开 警卫们用麻袋扛了一个人 往杂物间来了 那么蓝伯特他们俩 到底会不会被发现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